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聊的是 什么事情会让十二星座很走心 到底十二星座的底线在哪里 为什么要聊这个主题呢 因为之前的情人节刚过 也来到了我们新的上半年 很多朋友开始在思考新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我们今天呢就分别依照这个火风水土的 这个元素来跟大家聊一聊 十二个星座可能你要特别注意的底线 那我必须说啦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面向 所以呢你在参考星座的时候 我想你的上升太阳月亮都可以参考 当然如果你有很多星都在某一个星座或元素 你就要特别侧重那个部分 那么我们先来聊聊火象星座 包括了就是这个白羊 狮子或射手座 那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太阳月亮 是不是在这火象星座 火象星座其实非常非常喜欢参与的 他们喜欢热闹喜欢快乐 所以这个他们的底线就是让他们不快乐 没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这个没有热情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绝对底线 那通常火象星座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里就是叫做 喜欢一见钟情 顶多二见钟情 如果呢第一次第二次都没有让他们觉得很喜欢很热情的话 后面就难了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看到他们要的亮点 所以在相处上面来讲 我觉得朋友是简单的 如果在感情上面来讲 如果你是喜欢这样的人的话 通常啊你要让他有一个亮眼的 这个注意或者是发现到你不一样的地方 这比较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那么白羊座呢最大的底线呢 我觉得就是没耐心 他不喜欢等待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白羊座对你有兴趣 或是你对他有兴趣 请你直接好不好 主动创造彼此可以相处或是邀约的时间 那假设这个你会觉得不确定 你就是要制造那个两个人可以一直相处的机会 让他可以主动出击 因为白羊座不喜欢等待 那如果呢有人跟你告白他是白羊座的 那请你请你很快的答应他好吗 除非你真的不喜欢他 不然的话他的耐心是有限的 他顶多给你两次机会他就要掉头走了 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发现 你后来喜欢他就来不及了 那么视作的人呢他是非常非常需要什么呢 被关注他们很害怕寂寞 好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想让一个视作人喜欢你 首先就是在他讲话或是表达的时候 你就是双眼注视着他 他会感受得到他觉得他在你面前好像得到认可跟喜欢 视作喜欢有粉丝 他不喜欢拿热脸贴冷屁股 而且呢视作他非常重完美 所以他不太喜欢让自己在别人面丢脸 可是如果你的眼神你的话语一直鼓励他好棒好赞很好 他会觉得被你鼓励他在你面也是很棒的 他就会想要跟你靠近 当然这不代表说你只这么做你就会成功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诀窍 那么视作其实还蛮在意跟他在一起的人事物好不好 比方说以前我曾经帮视作朋友介绍过男女朋友 你可能介绍一个你觉得是好人的人给他们 温良恭敬让的人给他们 但是呢他最后的回答就是觉得 你为什么介绍这样的人给我 为什么呢他没有告诉你他不开心 可是他会觉得你介绍一个他想把好人卡的人给他 是不是代表他很不好 所以通常这个视作他会透过外在的人数 介绍或给他什么样的回忆来评断自己的价值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哦 再来吃手座 吃手座其实是一个很有自信 而且有的时候会一点浮夸夸大的星座 所以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就是快乐 他们不喜欢束缚 不要说他今天说我们去做这样的事好不好 你可以说好啊 其实后面会不会做不一定 但是在当下呢 你趁着这个事让他觉得很可爱 很想参与 有机会做成他们就会很开心 因为吃手座并不喜欢 就是说你跟他讲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他们的梦想有的时候即便有一点点的眼高手低 但是你可以说很棒啊不错啊 再加上一点点你的建议 我觉得对于摄友座来讲 这是会比较好的 有的时候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建议 所以你也不用给他太多建议 你就是祝福他 那你在祝福他过程里 他可能觉得不错啊 你还蛮能够支持他的啊 摄友座就蛮开心的 所以火象星座记得跟着他们的火一起烧很重要 再来我们聊到这个土象星座 包括了金牛 处女跟摩羯 包括你的月亮太阳或是上升 或是很多星在土象 土象是非常需要看到感觉到 感官看得到摸得到 闻得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在的 所以他们其实蛮敏锐的 所以呢当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们是蛮容易受到物质的诱惑 不一定是说这种物质诱惑啦 就是他可以感觉 跟你在一起很舒服 很开心 吃好穿好 很稳定 不会有那种不确定性 那么通常你们还可以相处的不错 像金牛座呢 我觉得当然他们就是喜欢俊男美女的星座 或者是呢他喜欢跟人相处舒服的星座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通常金牛座可能跟你的互动还不错 但是你会好像还没有办法摸到他的一罐 那么我觉得你就是需要时间跟他一起 不能说跟他一起耗啦 就是你要跟他培养感情花点时间 但是我发现金牛座很有趣 你要了解他的习惯 比方说呢曾经呢有一对情侣 就是闹得非常不开心 原因在于呢其中一位女性的朋友呢 他早上他就是要有一个早餐 他觉得一天最棒的就是好好享受一个早餐 然后他看书 然后呢他早上的运动跟排读时间 上厕所时间就是那个时间 他不喜欢有人干扰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他的男伴呢抢厕所啦 打扰他的这个读书或是安静的时间 他就会觉得非常不开心很生气 所以你会发现金牛座 他其实很需要自己活在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特别是他拥有的一个仪式感那个时间 是不可以被干扰的哦 所以你要搞清楚他的习惯 那搞清楚这个习惯 他就觉得跟你相处自在 那处女座的朋友呢 他们是很有服务精神的 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没有事情 什么叫没有事情 第一个叫做他跟你在一起 他没有展现他的这个能力 他没有办法帮你什么 你会发现他可能会给你很多建议 叫你这么做这么这么做 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或者是他批评你之后 他帮你做一些事情 他会很有成就感 这个是处女座非常可爱的地方 所以请让他们好好发挥 那反过来讲 处女座呢 他也会对于很多事情很多挑剔 这个时候你要记得 你要让他们念 因为他们就喜欢念 可是他们念别人 不代表他们自己做的好 他们只是想讲出那个不好的地方 所以处女座很好聊天 可是呢 有的时候就是啰嗦了一点 你如果愿意请听他们的话 我觉得搞不好他们觉得 这是忠实的观众 他好需要我 我可以帮他忙 他就跟你在一起比较久 再来是摩羯座 摩羯座呢 我觉得是有黑色幽默的那种 他们很现实也很务实 那通常呢 他们比较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觉得自己没用 你要知道所有土相星座 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不一定代表你要功成名就 而是说他希望生活是稳定的 有好的薪水 好的食物 好的家 一旦这些好的安全的 舒适的东西被拿走 他们就会跳脚 这些东西都在 其他事情出来 他们觉得没有关系 情绪来就情绪来 终究会走的 那么摩羯座他很了解 社会上的这种秩序阶级 他通常也还蛮传统的 这个敬劳尊仙啦 不管他内心是不是这样想 他至少还是在社会里面 稍微做个样子 可是呢 他也因为这样 他会对自己的价值或地位 非常敏感 比方说 他会很尊重你 每次跟你打招呼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再帮你倒茶水 可是他发现 你没有跟他打招呼 或是有些事情 你就故意跳过他 或者是你做了一些事情 让他觉得不被尊重 他们其实很在意那个小细节 摩羯座是土星掌管的星座 他其实那个原则 他们是有的 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 你要特别搞清楚 除非你今天比他厉害比他棒 可是他非常需要你的尊重 我觉得摩羯座 他对于尊重的事情 有的时候看的比较严肃一点点 我们稍微 以宁愿一开始 对他们多尊重一点 再慢慢放开那个界限 不要一开始就太随便 太随便呢 这个跟摩羯座的互动呢 就不会太好 再来看的是风向星座 包括了双子 天秤 还有水瓶座 那么风向星座 通常都是很容易 跟人打成一片聊天 他们很逻辑理性 他们跟喜欢的不喜欢的人 都可以根据这个资讯啊 或者比较客观的东西啊 聊天啊 讨论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族群他们非常非常不喜欢 依照别人的价值观而活 所以记得 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想法 但是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那么双子座来讲呢 他非常不喜欢呢 很无趣 或是给予承诺 第一个呢 双子座本来就喜欢有趣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你就是一个硬邦邦很无趣的人 那当然双子座觉得 遇到你就变成句典王很尴尬 讲不下去话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继续 双子座的互动是喜欢 像打这个网球或桌球的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打来打去很有趣 但他就是怕这个打过去就没有回忆 这就尴尬了 再来呢 双子座他随时都可能 应照新的这个资讯在变 所以呢 如果你要他 你今天答应我就是这样 明天也要这样 这对他来讲 会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 要跟你保持距离 另外你会发现 有一些双子座很有趣 他宁愿选差一点点状况 比方说他明明就可以拿到 某一个第一志愿的工作或是学校 但他偏偏不要 他偏偏选择第二志愿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跟这个 他到第一志愿会很累很辛苦 每天要很拼 可是他在第二志愿里面呢 轻松自在 随便念随便做都是第一名 他就觉得他很轻松啊 他想要往前进成长他也可以 他想要维持现状他也可以 他说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就会这么选择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或感情上 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选择 让你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不想让自己太累 要注意 那么天生座的朋友呢 大家常会说他们不喜欢做决定 的确喔 那么天生座他其实呢 是可以做决定的 只是呢 他们通常都希望是在很确定 想完做条件周全的情况之下 做决定 这个周全除了他自己的喜好以外 他其实会顾虑到别人 另外就是他会想到说 诶 这样子会不会对某些人不好意思 或造就别人的什么尴尬 他想太多了 那就有可能呢 没有办法很快做决定 那有的时候也可能是 他故意不做决定 因为他知道他做了决定 一定是你不喜欢的 两个人因为冲突 为了避免冲突 他就不做决定 不做决定也是一种决定 反正我没做决定啊 你的选择 你选择就这样吧 真的不好你做的选择对吧 这个也是跟天生座在一起 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啊 记得有的时候还是要等他们一下 给他们做一点决定 不然的话呢 天生座如果太多时间再配合 去救你 久了 他们内心还是会觉得不平衡 好记得喔 他们很重视这个公平性 再来是水瓶座 水瓶座呢看起来是非常友善 而且可以跟不同的人相处的 他也接受你跟他的不同 他觉得跟外星人这个交往他都ok 可是他跟外星人交往 不代表他要冰人外星人 要记得 所以呢水瓶座他是非常不喜欢童话的 就是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生活 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所以呢如果今天呢你跟他在一起生活 但是呢你就是要这个早上9点准时吃早餐 12点准时吃午餐 然后呢这个假日呢就是要男女朋友在一起约会 他的时间就是你的时间 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觉得他可以接受彼此的不同 但是他不可以变成跟你一样 他需要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想法 展现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接受他的这种独立性 有的时候他不能跟你怎么样 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衡量他 束缚他 你们会相处的非常愉快 因为你也可以拥有你自己的空间 这又是水象星座 包括了这个巨蟹天蝎跟双鱼 这个族群他们非常重感情 他们有圈内圈外的差异 圈外人不好不怎么样没有关系 可是圈内人呢自己人好朋友 他非常非常在意 所以他们非常怕被冷落 很怕自己是这个最后一个知道重要消息的人 很怕自己没有机会照顾参与你的情绪 他也很怕你不参与他的情绪 所以记得跟这一群人相处的时候 要做的事就是倾听 那么对于巨蟹座来讲呢 他们很怕没有家 没有一个自己的群体 所以很多同学会啊 或是组织里面 巨蟹座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比方说重要的干部 或者是每次一定出席的人 他们出钱出力啊 因为他希望对这一个群体有贡献 同时这个群体也会把他当自己人 他有个安全感 有一个家的感觉 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相处 就是你如果对他比对别人好一点点 比方说上课的时候帮他拿资料 只给他对不对 中午吃营养午餐的时候 特别拿这个便当先拿给他 他会感受到你的好 你多做一点好像这个优惠他的事情 他会特别感动 再来呢天蝎座 天蝎座是一个很强调控制感的人 他不投入一个感情则已 一投入他希望 你们是最亲密的伙伴或战友 所以他非常害怕被骗被背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是这样就缺乏了一个信任感 他们是缺乏信任感 应该是说他们会信任一个人 可是他们很容易被一个小事情 激发到无法信任人 有些星座他可能可以被你这个 被骗两三次或是反转两三次 他还是愿意信任你多一点 天蝎座不行 他受到一次伤他就会很震撼 那为什么呢 其实天蝎座希望事情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我喜欢你 我希望用我的方法来帮助你照顾你 所以一旦你不用我的方法 他就会觉得很失控 所以这可能是天蝎座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如果你要跟天蝎座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或许你可以一开始 就让彼此知道彼此的习惯 或者你要注意他的习惯 他的习惯非常明确 你注意他的习惯 知道他的方法 顺得走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同时不要骗他 记得有什么事好好讲 那如果真的真的发现 这个有些事不能讲的话 那我也不建议你 就是特别的逃避他 因为我觉得天蝎座的人 他是有一种敏锐度的 他宁愿你直接了当的说 我不想告诉你 我不喜欢这样 他也不希望你骗他 在双鱼座 双鱼座他最害怕的就是不改变 那他的不改变 不代表他每天都要换对象 而是他在一段关系里 他可能今天说他喜欢吹风 明天说他喜欢淋雨 或今天说他喜欢晒太阳 然后他可能随时都在变 你要接受他喜欢每天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可能跟他相处 就好像跟一个百变女郎的情人一样 所以跟他们相处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随遇而安 如果你是一个很计划型的人 你虽然可以有计划 但是记得跟他们出去保留一点弹性 你会觉得轻松自在 他们也会觉得他可以展现他的价值 比方说你们今天约好一起去哪里玩 你有了规划的行程 可是可能走到半途 这个双鱼座就是说他想要去另外一个景点 另外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个旅行就很有趣 即便出现了一些不可预期的事情 但是就是不可预期的东西 他们才喜欢啊 因为双鱼座它也是木星掌管的星座 他们也不喜欢太自视 太能够被预期 太能够被规划好的事情 反而是这种事情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而且双鱼座 他们很容易自圆其说 所以任何奇怪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的经验里面或心里面 都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或经验 变成你们两个直接很有趣的一个默契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水象星座相处里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怎么样去鼓励他们 又特别用情绪啊 用不一样思考的方式来做 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十二星座 可能最害怕的事情跟底线 祝福大家都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相处愉快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